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无独有偶的台湾网友也有此一说 据他亲自观察后发现 不论是厕所里的浴缸 马桶 洗手台 或者是厨房的流理台 所有流进排水孔的水 全都是逆时针旋转 瑞琳 天下竟有那么巧的事 但更不可思议的是 网络上还出现一段 位于厄瓜多赤道上所进行的验证影片 画面中清楚显示 当一名男子将流理台放在北半球时 水流以逆时针方向流出排水口 而当流理台置于南半球时 水流则呈现顺时针转向 但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当男子将流理台放于赤道上时 天哪 水流竟然就这样笔直而下 完全不旋转 这也太神奇了吧 OMG 众所皆知 大自然的力量凡人是无法挡呀 但怎么连咱们家里水流转向也会被控制呀 而这南北半球的漩涡转向 又真的会受地球自转影响相反吗 好啦 小兵慢慢别再转啦 我都晕啦 先来问我们同学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吧 哟 校园调查局 眼前的同学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召气 同学们大声地说出你们什么学校的 大队是中轮高红 耶 慢慢你知道吗 这个中轮高中可是第一所由政府推动的未来学校 未来学校听起来好酷哦 是 可是那不知道未来学校学子们 他们科学知识如何 我想这应该是OK的啦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问题非常地生活化 没错 就跟这个有关啦 你知道吗 南半球的脸盆啊 还有浴缸 它的排水旋转方向 是不是和北半球相反的呢 不知道住在北半球的同学们 平常在洗脸洗澡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小问题呢 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吧 就是因为特势力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东北信封和东南信封得知 北半球会向右偏 南半球会向左偏 所以南北半球的漩涡旋转方向会不同 呜呜 因为我们家的马桶是顺时的 颜盆也是啊 浴缸也是啊 怎么会那么巧 当然不是啊 因为有柯次力 地球自转会影响漩涡旋转的方向 然后南北半球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选择相信 同学 柯次力有没有听过 老师在讲你们要听 柯次力记住我们 柯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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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没想到37位同学全部都选择相信了 南北半球的排水方向相反 所以选择不相信的人数 哦 二十零呀 真是一面倒呀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全部都选夜市那边 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不过同学说 是老师上课这样教的 万一做出来实验结果 跟老师教的不一样怎么办 我不知道了 还是先做时间再说吧